三国演义 第十回 秦文是马腾举翼 保护仇 曹操兴师 书界上回 李绝公子等人杀入长安 亡允丧命 自此李绝作为四人中实力最强的一个 掌握了最大的权力 这一日有人回报 西凉太守马腾 兵州刺史寒碎 两人带兵十余万 杀奔长安城而来 假许老谋深算 他建议上上策乃坚守城池 等那俩都没凉了 自然就退兵了 要是与之交战 则是下下策 一定会输 然而武将中有人反对 一定要跟马腾寒碎 打一场 结果真如贾徐所说 李绝派出的人马 遇到了马腾十七岁的儿子 马超 马孟奇 此时的马超虽然还是个少年 但已经是英勇无敌的战将了 面对对面五大三粗的壮汉 马超简单一个回马枪 就将敌人给升擒了 李绝一方 当然就只能忘风而逃 吃了亏 李绝乖乖地固守关内 打死也不出战 最后马腾寒碎果然是没凉 退兵去也 马腾寒碎的危机刚刚过去 那边青州又冒出了黄金军的余党 李绝又发愁了 这时候有人推荐 要破青州群贼 被曹梦德不可 而曹操也的确是雄才大略 他不仅降服了黄金军 还把黄金军中的精锐 贬成了自己的部队 号为青州兵 曹操的名声现在越发响亮 投奔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毛氏方面 有寻玉寻忧书之俩 他们又推荐了成玉 成仲德 而成玉又推荐了郭家 郭凤孝 而后 刘野蛮虫 吕钱 毛剑 纷纷来投 曹操 名震天下的智囊团 就基本成型了 而在武将方面 首先来的是 于晋 于文泽 然后一天 夏侯敦带着一名大汉 来见曹操 曹操问 这是谁呀 夏侯敦就介绍 此人名叫典维 曾经因为给朋友报仇 提着人头 出入闹市 数百人不敢接近 而且他手上是一对 八十斤的大铁戟 无力值 是报表啊 曹操听了 那个开心 直接就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送给了殿维 我曾经说过 霍西服之所以 曹操现在虽然挺得意 然而他的老爹 曹松 却谈上大事了 这波 曹松一大家子 在路过徐州的时候 遇到了徐州太守陶谦 可陶谦想要借机 巴结一下曹操 就派了都尉张凯 护送曹松 谁知路上大雨滂 张凯一伙人趁着避雨的时候 直接将曹松一家人 全部杀掉 还卷跑了所有的金银细软 这下子 梁子可就结大了 曹操听说此事 咬牙切齿的 要报仇学恨 而陶谦拍马屁不成 直接点着了火药桶 正愁着没法收拾局面 这时候 陈公出现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陈公 他曾经亲眼见证 曹操杀害吕伯舍 而此刻 陈公正要为陶谦说情 可是 曹操并不领情 更是指责陈公 弃他而去 陈公劝说未成 也没脸去见陶谦 也就怅然离开了 其实在这一回中 我最想吐槽的人 就是这个 看起来很无辜的陶谦 你既然是想保护曹松 达到交好曹操的目的 好歹你派个靠谱的人去呀 那个张凯是个黄金军的余孽 本来就是危险人物 派这样的人 去保护曹松 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看来如何用人 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而陶谦这门学问 肯定是不及格了 那现在陶谦和徐州城 被曹操团团围住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 咱们下回分解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 得好